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指夫妻两人的神态气质接近 具体的相似程度则要看个人 看夫妻相处时间或长或短 看相似程度表现得或明显或模糊 除了个体差异之外 还有就是夫妻间是如何经营婚姻 家庭婚姻是否顺利和谐等等 据说两个人在一起时间越长 就会越长越像 想当然的原因有 因为一起大笑 一起生气 一起难过 一起经历共同的事情 一起产生共同的情绪 然后面部表情也会变得神相似 这就是所谓的夫妻相 中国有个俗语叫相由新生 即人的长相跟心理状态有关 还有一个说法 三十岁以前的相貌由父母负责 三十岁以后的相貌由自己负责 也是这个道理 如果一个人长期活得比较压抑痛苦 那他相貌也会有点苦相 经常开心的人自然就有福相 因为人的表情跟他的生活心态 都是息息相关的 而结婚多年的夫妻 他们能够多年来顺顺利利过下来 性格脾气一定是相互磨合了的 久而久之 性情慢慢接近 心态 生活方式 饮食结构等相互接近靠拢 同样的生活环境下 夫妻一起笑 一起哭 面部肌肉做着一样的动作 面容纹理就会慢慢接近 也就是夫妻相 说明他们生活很和谐 一 感情和睦恩爱的夫妻 更有夫妻相 夫妻俩用心经营 珍惜好婚姻 两人都能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 即使一路上会遇到一些矛盾 考验都能迅速化解 彼此有坚定的家庭信念 时间久了 两人的神态也会越来越相似 二 主动包容的夫妻 也离夫妻相不远 很多人认为的包容 就是去容忍对方的缺陷 其实 真正的包容是 主动去改善自己的不足 让彼此相处得更愉快 若是夫妻两人都能主动去改善自己的问题 那么夫妻相处也会更加美好融洽 三 夫妻俩还有相同的生活趣味 也是夫妻相的一种表现 生活趣味有很多 只要找到彼此的相同点 那么就会有共同的语言 就可以能进一步沟通了解 更加了解对方 促进感情升温 所以夫妻之间恩爱和睦 多宽容理解另一半 多改善修正自己 拥有共同的语言 朝着相同的方向去前进 久而久之 自然会有夫妻相 夫妻是缘 钱是缘 金是情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振眠 有顺缘 也有逆缘 好夫妻是和和睦睦 快快乐乐 不好的夫妻 则是活得很憔悴 一脸旧社会 其实走进婚姻 就是走进平淡 上有老 下有小 油盐酱醋茶 经过七年之痒 迈过十年之坎 婚姻之路是越走越窄 还是康庄大盗 这要全看我们会不会装傻 哲学家说 结婚前要睁大你的双眼 结婚后就要闭上一只眼睛 真正的好夫妻 一辈子都在装傻 装傻不是虚伪 不是迁就 而是一种明了一切 却不点破的境界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模糊地带 装傻是换一种方式 把生活中的小事 琐事模糊处理 可以眼光锐利 但是也不必动心一切 三分流水 二分沉 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事情 都弄个水落石出 更不能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装傻 就是要懂得相互包容 互相忍让 刘嘉玲说 长久的婚姻 肯定是相互的忍耐 一 装傻 是自责不相责 乾坤是《易经》中的两个卦象 乾代表天、洋、男、丈夫等 一切洋性的东西 坤代表弟、姻、女、妻子等 一切阴性的东西 天的德性是清 地的德性是宁 所以故宫里皇帝住的地方叫 乾清宫 皇后住的地方叫 坤宁宫 国人说 各自责 责天清地宁 各相责 责天翻地覆 是以天地来比喻夫妻关系 两个人都习惯装傻 不自以为是 不自以为聪明 都习惯自责 反省自己 而不是互相指责 那么肯定夫妻和谐 天清地宁 否则就会天翻地覆 既然认准了一个人 就接纳对方的不足 不要尝试改变对方 或者征服对方 一味的指责 不能解决问题 只能伤害感情 有人说 女人就像弯曲的牛肋骨 如果你要矫正她 则会弄断她 如果你顺应于她 则会得益于她 二 装傻 是讲情不讲理 男人要捧 女人要哄 人是情感的动物 清代季晓兰 曾经提出一句 夫妻和谐的神咒 以情感 而不以理争 这句神咒的含义 也就是余光中说的 家是讲情的地方 不是讲理的地方 夫妻相处 是靠妥协 语言学家 赵元润与妻子杨不韦 被人誉为神仙伴侣 身边的朋友都说 赵元润怕老婆 说杨不韦在家里 双一不二 赵元润听了 都是哈哈一笑 有一次 胡适问杨不韦 你们家中的事情 谁说了算 杨不韦说 我在小家庭里有权 可是大事情 还得丈夫决定 不过大事情 很少就是了 我与他辩论起来 若是两人理由 不相上下 那总是我赢 他的回答 既维护了赵元润 作为男主人的面子 同时又巧妙地说出 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 二人同心 其力断金 同心之眼 其臭如蓝 两人如果心意相通 做事没有不成功的 两人如果谈得来 互相尊重 说出来的话 就如同蓝草一样芬芳 三 装傻是适当的装龙作哑 男人爱吹牛 女人爱唠叨 男人最好天龙 任凭女人喋喋不休 女人最好地雅 任凭男人海阔天空 生活的河床 涌动着无数暗流 冲去了岁月应有的滋味 所以有时候装龙作哑 并不是坏事 有些争吵不休的夫妻 在刚开始都还能说人话 后来就觉得鸡同鸭讲 最后 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不被理解的一方 受了委屈 进而互相抱怨 吵得一塌糊涂 母鸡生蛋后咯咯叫 公鸡会保持沉默 早上公鸡打鸣 母鸡也会保持沉默 公鸡和母鸡都有一张尖利的嘴 却不会彼此伤害 人类没有尖利的嘴 但是男人说一句 女人就反唇相鸡 女人说一句 男人就急吃白眼 那样也只能是互相伤害 夫妻吵架也是难免 只是两人都要照顾到 对方的情绪与感受 而不是纠缠个没完 夫妻和谐有一个秘诀 吵架时让对方说最后一句 装傻的过程 就是婚姻里两个人 相互磨合的过程 最后两个人越来越像 俗称夫妻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了